12月18日,据台媒报道,曾在《双城故事》中担任男主角,也曾在《斗牛要不要》中和已故男星高一祥,篮球斗牛的男星黄伯军。 17日,在社交媒体上晒出婚纱照宣告结婚,写下,人们通常会问您如何准备好,或是否找到了,在我看来,自信是要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, 并尽一切努力做到这一点,然后又不期望自己的重要,他人能为您做些什么,而您会为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感到完全满意和幸福,我们合二为一,永远永远。 过去黄伯军和威风千金、廖小乔交往,两人在2011年分手,如今廖小乔走入婚姻,黄伯军也宣告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,37岁的黄伯军生于美国德州,高中起接受舞台剧和戏剧训练, 回到台湾后,以模特身份出道,随后在2008年的《不良笑话》中饰演男主角潘伟博身边无理头助理赖瑞克, 不计形象搞笑演出令人印象深刻,ABC的外形与说话方式都成为一大利器, 除了演艺工作外,黄伯军更是成功的经营者,经营副业餐厅有声有色,近年帅气外形也受到瞩目,成功跨足电影圈。